梁麗芬議員 接著請李立芬委員 主席好 麻煩請謝提名人 請謝提名人 謝教授好 謝教授我看了你的資料 其實我看到謝教授 你是一個非常關心社會的學者 而且我覺得你對人權 其實也是相當的 有你的一個信念的 那其實你在自傳當中 你也提到說 你很關心整個科技的發展 造成對社會跟人民的一些 基本權力的衝擊 所以你在學校當中 你有開設人工智慧跟法律的課程 那也引導學生來討論這樣一個議題 那我剛剛在聽到你的報告當中 你也特別提到說 你一定會來 針對這個科技的 創新跟產業的發展 所碰觸的人權的議題 你會發揮你的所長 那確實我們在整個大法官這個部分 我們在制裁這個部分的專長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相信謝教授如果可以來擔任大法官的話 一定可以在這個部分能夠來做最好的一個角色 那我其實很關心整個科技的一個發展 所造成的所謂的隱私權或是各自的一個問題 可是呢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要跟謝教授、謝廷敏再來討論一些問題 因為我剛剛聽到一些委員的一些質詢 我覺得為什麼跟我看到的資料都不一樣呢 特別剛剛提到的就是口試的這個事件 那其實我看到的資料是 本來這位你的學生其實比試 應該就是比原台的原告是還要再高的喔 然後再來呢 法官也認為說就算是剔除你的評分 在整個採集其他的分數 其實是沒有影響整個考試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部分謝教授有沒有 還要再補充的一個部分 感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那這件事情其實這位陳姓的這個應考人 應該是陳姓陳 那他在這個比試的成績 其實比試好像有分就是一般的科目 還有專業科目的這個比試 那他可能在一般的科目的這個成績 總的加總還不錯 但是呢在專業科目的比試的這個成績呢 其實是不好的 那這個也是輸給這個後來這個被錄取的那位同學 那那當然這個口試 我現在忘了口試占的比例是多少 但是呢口試其實最能夠看得出來一個考生 他在這一方面的這個知識到底是如何 那當時要錄取的國家是要到瑞士去 那這個而且科目呢是國際智慧財產權法 因此我就用相同的題目問三位考生 因為那個時候呢是一九九七年的時候的口試 那在一九九六年呢 就是在瑞士的這個聯合國的世界智慧財產組織呢 剛通過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國際條約 這兩個國際條約都是跟著作權保護的國際條約 因此呢我就用這個非常客觀的題目問所有的應考人說 那請問你們知不到這些條約到底這個內容是在講什麼 那其他的口試的這個學生都能夠應答 因為他們都關注到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而且這兩個國際條約後來也對台灣的這個 這個著作權法修法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呢問到這個姓陳的這個這個這個印考人的時候呢 他完全無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此呢也問不下去 那問不下去只好問他一些基本的知識 智慧財產權的這個知識 可是呢他問題問出來我印象還非常深刻 他就馬上顧左右而言他 完全沒有針對任何實體的問題去做回應 所以到後來大家口試委員分別打成績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說他的成績 是所有的口試委員給的成績裡面是最低的 那這個對於後來錄取的那位同學 其實他在這方面的這個知識就非常的好 那這個這個陳信的這個印考人他指稱啊 說我是這個拿這個學生 這個我指導那個學生的這個論文的這個題目 來問大家那其實不是的 我是問大家的國際條約的這個問題 這個跟這個我指導那個學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謝謝謝謝提名人的說明 其實你剛才提到說其實這些公費的留考 其實是在為國家聚餐 我們當然是希望是能夠選到一個最適合的人選出去 所以想說這個部分你剛才也說明了 你有充分的揭露 那可是整個這個的整個公費留考 其實是教育部國際處他們國際科他們在做的 那他們可能在這個部分是被大法 是被法院提到說這個程序上面是有瑕疵 可是你個人是有充分的揭露你相關的一個情形嘛 好 那這個除外呢 我剛才有聽到委員針對促轉條例要撤銷判決的問題 一直強調說有經過三級三審 然後我相信我們在民主法治國家 當然我們是要一定要尊重法律的程序 還有法官的獨立的一個審判 可是我們去看過去的這些判決書 我們看到就是很多的判決書裡面都有蔣中正 在原來的判決書裡面再去寫說 再去披示說可以處以疾刑可也 還是因疾槍決可也 還是說他去增加他的刑責跟刑期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說當時的法治環境 以及援手介入這樣一個司法的審判 這個是民主國家符合民主國家的要求嗎 當然是不符合 所以當時很多裁判其實都是違反這個法律 然後呢也違反公平正義了 那這個也是在這個威權體制解體之後 大家所要去共同檢討的問題 那如果在威權體制這個解體之後 我們還不能夠針對這些 這個違反公平正義的判決去做檢討的話 那恐怕這個正義就沒有辦法真正實現 而且會讓那一些被害人 其實呢他們就含冤含恨一輩子 甚至於連他的家族都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我想因為我本身是留學德國 那1990年我也見證東德的垮台 那也見證了當時這個西德的政府他們如何去實現這個轉型正義的這一塊 因此這個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能夠說因為它是判決 所以說我們就完全不能夠動 那不能夠動 那請問我們的轉型正義能夠做什麼呢 那這個包括剛剛也有委員提到說一些文件 這些檔案如果是屬於人民的財產範圍的話 那也不能夠沒收 那這樣子的話真相就永遠沒有辦法見天日 那這個公益如何實現呢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就是這個轉型正義所要處理的最重要的問題 謝謝 謝謝完全贊同我們謝教授的一個看法 好那我們回到我關心的個人資料 還有隱私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常常我們都要講大事